我十一岁那一年 我爸妈离婚了 为什么 因为我妈妈 在国外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我爸不同意 你们 不必要离婚了 请点妈妈问你 你要干什么 我给你三天一时间考虑 如果你没跟妈妈 我会跟你走 我必须想你 从那次以后呢 我就彻底留下了 所以我妈来说 我可能根本都没有那么做到 留下了一个 十一岁的小孩 简佳女士就决定让我 去决定自己的女生了 我就过了那一夜 我好像不能长大了 我就要开始面对 我承认世界的残忽 所以我们 家庭的事儿 只要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吵了闹子 三个人 那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这普通人都认得 离婚 可能就是什么爱不爱了 外头有什么 我告诉你 这都是小年轻谈恋爱的思路 能不能听听我的想法 给我的自信的说法 那肯定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和你爸 那我还有故事吗 爱像是个笑话 自顾不自顾 爱的味道 我都特别高兴 每一次我都把谎和高了 因为我知道在人群里面 最闪耀的那一位 一定是我的 就算爱得再味道 只能看着你 在别人的世界里 我只能用背望路 卸下想说给你 你刚刚说的那段话 我不知道跟自己 说我多少遍了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 任何一个理由 去收复自己的 我永远无法去民间面 所以 我永远无法去民间面 我永远无法去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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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眼里算什么 还听不到你的回答